正如传闻所说 埃隆·马斯克确认了特斯拉Model 2的价格 并对该车的设计充满信心 一辆仅售10575美元的电动汽车 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特斯拉将如何构思全新的Model 2 它真的能够在实用性方面有所突破吗 在Model 2的骨子里 特斯拉巧妙地融入了保时捷911 那般精准的操控感受 以及捷豹F-Type那优雅流畅的车身线条 成功打造出一款兼具灵活性与舒适性的紧凑型车型 令人惊艳的是专为狭小空间设计的猎鹰一门 在这款平价车型上依旧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 而最新的GIGACAST一体式压住底盘结构 则确保车辆在高速巡航时的行驶稳定性 今天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设计是如何实现的 揭示特斯拉如何将其前瞻性的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工程成就 如果您对此感到好奇 请立即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铃铛 与其他一万位关注特斯拉最新动态的观众 一同探索最新的特斯拉技术洞察 Model 2的工程奥秘顶级驾驭与亲民价格的融合 特斯拉究竟是如何将保时捷911与捷豹F-Type的精髓 注入到这款售价仅10575美元的紧凑型车款之中的 当您注视Model 2时或许会感受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奇妙感觉 它既拥有保时捷在弯道中的精准操控性能 又不失捷豹那份优美的车身姿态 同时又呈现出全然崭新的面貌 此刻每个汽车工程论坛都在热烈讨论一个核心问题 特斯拉是如何将顶级跑车的驾驭灵魂赋予一辆价格 甚至低于洛杉矶多数电动自行车的车型 特斯拉运用了其内部称为动态比例调整的创新技术 这并非简单的复制运动型底盘的参数 而是将911的低惯性中心概念与F-Type的修长优雅造型 巧妙的缩放至Model 2的紧凑车身 其目标是相较于同级竞争对手 将车辆的旋转惯性降低10%至15% 这项设计旨在确保转向手感的灵敏性 同时避免因过于灵活而让日常驾驶者 在高峰时段汇入高速公路时感到难以掌控 真正的关键在于车身重量的精确分配 特斯拉将Model 2的前后轴重量分配比例 设定在接近48比52的偏厚配置 这不仅重现了911那种中性的转向特性 更确保驾驶者只需轻松转动方向盘 即可完成日常的购物出行 无需费力的与车辆搏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特斯拉将电池模块的位置略微厚移 并通过约55.1磅的目标配重物与结构部件的调整 优化了前副车架的质量 这并非异测 而是一项经过精密计算的质量布局 旨在改变车辆在过弯时的旋转特性 Model 2优先采用了更长的轴距与车身比例 超越了典型的紧凑型车款 相较于同级车型 其轴距预计增加了6至12英寸 此项设计让年长的驾驶者 在亚利桑那州的宽阔公路上巡航时 能够享受到平稳的高速公路驾乘体验 而较短的前后悬设计则确保车辆在纽约和加州常见的狭窄停车空间中 依然保持灵活的操控性 康多旗下的特斯拉团队深入研究了美国消费者的实际驾驶习惯 并以此为依据打造了Model 2的车身尺寸规格 在悬吊系统的策略上 特斯拉展现了其在追求效率上的毫不妥协 他们巧妙地融合了保时捷风格的渐进式防清杆几何结构 以抵抗车辆在横向负载下的侧倾 同时结合了捷豹多连杆悬吊系统所带来的舒适性调效 弹簧的硬度相较于纯粹的运动化设定降低了约15% 而防清杆的刚性则提升了10% 以维持车身的控制力 同时避免过于僵硬的行驶感受 最终的成果是打造出一套在洲际公路上能够提供稳健支撑 却又能在凌晨3点驶过芝加哥布满坑洞的路面时 展现出良好吸震性的悬吊系统 Model 2的转向持比也充分体现了 特斯拉对美国驾驶习惯的深刻理解 相较于标准的紧凑型车款 它采用了约10%更为灵敏的持比 同时加入了软件阻尼以避免过度敏感 这使得驾驶者在德克萨斯州的高速公路上 能够自信的变换车道 并通过温和的修正机制 让纽约的驾驶者在倒车进入 仅比车身略宽的停车位时也能够轻松应对 方向盘始终不会与驾驶者对抗 在空气动力学设计方面 特斯拉的重视程度远超乎多数人的想象 他们并未追求极端的下压力而牺牲续航里程 而是致力于将风阻系数控制在0.22至0.24之间 并通过精细的后部升力控制 确保车辆在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 在加州沿海城镇之间一段200英里的旅程中 以65英里非小时的速度行驶时 将风阻系数从0.26降低至0.23 约可节省8%至12%的能源消耗 对于一辆标称续航里程为250英里的电动车而言 这意味着可以额外行驶8至12英里 对于那些担心长途退休旅行 穿越佛罗里达周时续航焦虑的年长驾驶者来说 这些额外的里程可能是能否顺利抵达下一个充电站 或需要呼叫道路救援的关键差异 在内饰设计上 特斯拉借鉴了捷豹在触感层次上的精巧布局 加宽的门把手 降低的仪表板边缘高度 在维持高级质感的同时有效控制了成本 通过精选的磨压泡沫与轻薄的皮革替代材料 特斯拉以极低的材料成本重现了F-Type的质感体验 当触感层次与硬度上的差异被控制在3毫米以内时 您的手掌几乎无法分辨出 每码80美元的真皮与每码12美元的合成皮革之间的区别 当您初次体验保时捷在蜿蜒山路上紧贴地面的奔驰 或感受捷豹在零莹大道上滑行时的沉稳 自信特斯拉便开始深入研究这些车款 是如何触动驾驶者内心深处的情感 过弯时的轻盈感 以及在压力下的及时反应 它们并非简单的模仿设计元素 而是通过纯电动平台的独特优势 从零开始重新塑造了这种令人心持神往的驾驭体 Yan Model 2的每一道曲线 每一处重量分配都不是为了模仿 而是为了唤醒那份当您看见前方道路豁然开朗时 发自内心的愉悦与共鸣 此刻请您静心思考 如果您必须做出选择 您会如何抉择 Model 2的每一条线条 每一处重量分配的调整 都并非单纯为了仿效 而是为了唤醒那种 当您看见前方道路豁然开朗时 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感性连接 然而底盘动态的工程精髓 如果车门在狭窄的车库中无法顺利开启 那么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特斯拉接下来的挑战 看似Mission Impossible 将标志性的猎鹰一门装配到一辆 必须将价格控制在11000美元以下的车型上 Model X为了完善这一复杂的机构 几乎让公司面临破产的边缘 那么他们如何在不将Model 2 降级为一个简化的妥协品的前提下 巧妙地解决成本问题呢 评价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Model 2的猎鹰一门奥秘 Model 2是否会沦为一个处处妥协的简化版本 今日我们将在下篇中揭晓答案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 特斯拉如何在不好尽资金的情况下 将猎鹰一门这一独特设计 导入到一辆低成本的电动汽车中 当您亲眼目睹车门向上展开的那一刻 脑海中必然会浮现这绝非廉价之作的念头 但这并非华而不实的噱头 而是特斯拉以其他汽车制造商 从未尝试过的方式 解决了许多日常驾驶中真实存在的痛点 例如狭窄的停车位 年长乘客难以应对的紧凑车门空间 以及多变的天气条件等 特斯拉勇敢地直面这些挑战 设计出兼具优雅与实用性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 马斯克是如何批准 为这款史上最平价的特斯拉 采用如此复杂的车门设计 工程团队又是如何在不超出预算的情况下 实现这一目标的 关键在于以目标为导向的工程设计 猎鹰一门在狭窄的空间中 展现出其显著的优势 相较于传统的侧开式车门 猎鹰一门可以增加约 16至24英寸的肩部可用空间 这听起来或许微不足道 但对于年长的乘客 或首提购物袋的人来说 这意味着更少的身体扭转 更小的身体负担 以及更为流畅的上下车体验 特斯拉对猎鹰一门的铰链结构 进行了大幅简化 与Model X采用的多轴全电动系统不同 Model 2运用了混合机械式配重机构 通过单一马达驱动并服以轻型飞机 舱门技术启发的过中心阻尼器 这项设计使马达的扭力需求 降低了高达60% 同时将零件数量叫Model X的系统 减少了约40% 通过以冲压成型的高强度 刚才取代了成本高昂的 航空级铝合金连杆 并在其表面赋以复合材料包负层 进一步降低了零件成本 预计每扇车门的成本 可节省30%至45% 结合简化的单控制器电子配置 仅落在数百美元的低位区间 而非数千美元 车门的重量与平衡性 也经过了严密的管控 经过航空工程优化的车门外壳 与中空结构加强件 使每扇车门的重量控制 在26至40磅的预算范围内 既达成了车辆的重心目标 也维持了精准的操控性能 特斯拉甚至有可能在全车系中 标准化车门制动器 以降低备件和维修成本 这一细节将会受到资深驾驶者 和注重预算的车主的由衷赞赏 安全设计也巧妙地融入几何结构之中 更高的车门开口 让乘客能够更轻松地踏步下车 而不是需要费力地扭转身体 而密封博士的设计 则有效地将高速公路行驶时 雨水渗入量控制在每分钟 约0.26加轮 确保在佛罗里达或纽约的暴风雨中 车舱内部依然保持干爽 试想一下 当您停在德克萨斯州 拥挤的超市停车场 两辆大型皮卡之间 手里提着牛奶 背部可能还有些隐隐作痛 此时只需轻轻按下按钮 车门便会安静地向上掀起 而不是大幅向外摆开 避免了刮蹭和尴尬的挤压 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微小的细节 让人真切感受到Model 2是为人而设计 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利润 Model 2的精妙之处在于 特斯拉通过足够简化的机械结构 实现了多年低维护成本的承诺 但是如果底层的车身结构在崎岖的路面上行驶时 感觉仿佛即将散架 那么再精密的车门机构也将形同虚设 巨型铸造技术承诺 带来革命性的生产速度和成本节约 整车的多个部件 可以一次铸造成一个整体 然而在测试阶段却暴露了一些问题 早期的原型车展现出异常僵硬的行驶质感 和令人不适的振动 工程师们耗费了三年时间 仍无法完全诊断出原因 特斯拉的解决方案不仅消除了这些振动 更彻底的重塑了助理结构 在真实压力下的行为模式 攻克振动难题 特斯拉巨型铸造技术的精进之路 第三个核心问题是 特斯拉是如何彻底解决 异常硬挺和振动问题的 奇怪的是 在巨型铸造技术方面 一些专家担忧 虽然可以减轻车身重量达20% 但铸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缺陷 会导致合金成分不均匀 进而引发异常的刚性和在高速行驶时 出现不正常的振动 特斯拉确实遭遇了这个问题 工程师们耗费了长达三年的时间 追踪在时速超过65英里时出现的幽灵振动 这种振动在低速测试中会消失 并且难以稳定的重现 那么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关键在于对合金化学成分的精确控制 每种关键元素的含量 都被严格控制在正负0.5%的公差范围内 如此严苛的控制确保了铸件整体弹性膜量的均匀一致 如果合金成分不均匀 就会产生局部的刚性差异 当车辆承受动态负载时 这种差异会表现为死点或高频振动 例如当某个区域的硬度超出设计值20% 该部位就会像一块刚性板材一样运作 将路面的冲击直接传递到车舱内 而不是吸收振动 通过精确控制化学成分 特斯拉确保了所有区域的硬度 都与设计值高度吻合 不会出现明显的偏差 这样一来 金属在硬力作用下呈现出可预测的行为模式 这意味着悬吊系统的工程师 可以专注于阻尼的调效 而不必与不可预测的结构变形作斗 真空辅助方向凝固压住技术 彻底解决了残余硬力的问题 特斯拉在真空环境下将融融的铝合金注入模具 有效的减少了气泡的困质和冷却收缩产生的空隙 定向凝固的过程则将残余的不均匀性 推向边缘或空腔等非关键区域 这一举措使高硬力区域的体积占比 从原来的1%至2%降低至0.2%甚至更低 这些微小的气泡就像微观的弹簧 它们的弯曲特性与实心金属不同 当车速超过65英里飞小时时 15至20赫兹的轮胎振动频率 会撞击这些空隙产生共振 令人感觉整辆车都在颤动 消除这些空隙就能从根本上消除共振 铸造后的均质化与热处理工艺 使金属的精力尺寸趋于均匀 并释放了金属在急速冷却过程中 积累的内部硬力 关键安装面的尺寸变化 被严格限制在小于0.020英寸的范围内 悬吊支点与车身支撑点的公差精度 甚至比人的头发还要细 如果这些支点之间存在0.050英寸的偏差 驾驶者将会通过底盘和方向盘 感受到刚性的差异 某个转向点感觉稳固 而另一个却显得松散无力 特斯拉的热处理循环确保了此类不一致性 绝不会出现在量产车型上 接着针对性的结构强化 显示了特斯拉如何在重量与刚性之间 取得巧妙的平衡 他们仅在底盘10%至20%的关键区域 精准的添加了冲压成型的高强度钢材欠件 和螺栓固定的加强类条 这些部位都是承受高弯区或扭转硬力的区域 其余的铸件结构则保持轻量化 相较于传统的冲压底板 约可节省20%的重量 这种组合确保了车身刚性的均匀性 同时避免了增加可能影响操控动态的多余质量 您最终获得的底盘 在过弯时能够有效地抵抗扭转变形 却不会因为过重而导致加速性能受损或续航里程下降 噪音震动与平顺性控制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工程师们发现 人类在高速公路速度下 会感知到20-30赫兹频段的细微震动 这个频率恰好与人体胸腔的自然共振频率相符 因此即使震动的幅度很小 仍会产生明显的不适感 特斯拉在关键的安装节点策略性地配置了弹性塑料隔震器 和调鞋式质量阻尼器 使敏感频段的震动幅度降低了约70% 这些阻尼器就像是结构本身的避震器 在共振波传入车舱之前就将其有效地瓦解 正因如此 驾驶者在内华达州的高速公路上 以75英里飞小时的速度直线行驶时 不会感受到传统铝合金铸件可能引发的颤动感 严格的品质管控确保了缺陷在抵达客户手中之前就被拦截 每件铸件都经过超音波检测扫描 以侦测任何超过0.15%气孔率的缺陷 固化过程中的热成像检测则用于验证冷却的均匀性 任何不符合规格的铸件都会被自动分流至回收流程 特斯拉在刚性关键区域实现了每万件零部件低于一件的缺陷率 相较之下 传统的冲压组件由于焊接不均匀 每500件就可能出现薄弱点 5年后这种差异就会显现出来 一辆车的地板发出枝嘎声响 而另一辆却始终保持静谧无声 您是否仍然质疑特斯拉 如何能在仅售10,575美元的车款中实现如此高的结构完整性 如果您认同这证明了评价 并不一定意味着品质的妥协 请立即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0,575 特斯拉Model 2已经证明了业界宣称的不可能之事 卓越的性能工程 创新的实用性 以及坚固的结构完整性 竟然能够在一个理应意味着妥协的价位上实现 您如何看待